今天很高兴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点 我自己的在神那边的一些领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竭力追求成长 一开始我们先一起读一段经文 是记载在菲利比书的第三章第十二到第十四节 就是幻灯片上面已经打好的 是从和和本里面摘录出来的 请大家愿意的话跟我一同开身来读 菲利比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请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招我来得的赏赐 这段经文是 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 我想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很喜欢保罗 所写的新约的书卷的话 我猜你也会觉得 这是保罗的作品当中 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 你如果打开你的圣经 翻到新约圣经的目录的话 你会先看到 马太 马可 路加 约翰 这四卷福音书 接下来的是一卷历史书 就是使徒新传 再接下来呢 你如果看一下你圣经的目录 你会从罗马书一直看到 斐利门书 一共有十三卷书 都有一个特点 你知道他们的特点是什么吗 都是使徒保罗所写的 从罗马书一直到斐利门书 十三卷的书都是使徒保罗写的 有人说西伯来书 接下来的那卷书 有可能也是使徒保罗的作品 如果那个是真的的话 那新约里面一共二十七卷书里面 有十四卷 也就是说有超过一半的圣经 新约的书卷都是保罗写的 那谈到使徒保罗所写的 新约书卷 我想问大家 你知不知道圣经为什么 按照罗马书 一直到斐利门书 这十三卷的书卷 按这种方法来排列 答案也是我最近才学到的 这个顺序 事实上是按照他们篇幅长短 来排列的 也就是说保罗的作品里面 最长的是罗马书 接下来的是格林多前书 格林多后书 种种的一直排到最短的 腓力门书 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个 我最近学到的功课 跟大家分享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竭力追求长进 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去医院 或者去诊所看医生的时候 特别是您家里有小小孩的 带他们去看小儿科医生的时候 我相信你会留意到 不管是只是很轻轻松松地 去做一个例行的检查 还是因为你的孩子高烧不退 浑身滚烫 你要去挂急诊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你在跟医生见面之前 护士们一定会有一长串的 例行检查要先做完 对不对 所以一看小儿科医生为例的话 我想护士一定会先给你量身高 给你量体重 给你量体温 我想有的时候 做父母的如果看着你发高烧 浑身发烫的孩子 你心里面是心急如焚 但是那个护士们好像好整以暇的 还在跟孩子们量他的身高体重 你心里一定会想 我们又不是来做健康检查的 你是不是可以不要浪费时间 做这些东西 赶快叫医生过来 我相信很多做父母的 都会有类似的经验 但是我想你如果在当时 去跟那个护士抱怨的话 他一定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量这些东西 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什么必要性呢 我想在座父母的都看过 这两个零到三岁的 一个成长的表 你可以看到左边的是男生的 右边是女孩子的 医生之所以要求护士 要做这些测量 是因为他需要拿 当天所量到的结果 跟孩子过去的记录 做一个对比 要跟三个月前的记录 做一个对比 要跟一年前的记录 做一个对比 要跟两年以前的记录 做一个对比 为什么需要对比 特别是要跟这个孩子 自己的成长记录 过去的成长记录来对比呢 这个道理很简单 就是医生需要看看 这个孩子 有没有按照一个 合理的一个速率在成长 当然有些孩子 天生的个子比较小 有些孩子的天生的 个头就比较大 他的个子大 个子小并不是关键 因为他的重点 不是在跟别人比 他的重点 是跟孩子自己的成长的 曲线在比 如果这个孩子 有按照这个曲线 成长 就表示这个孩子 基本上是健康的 就算有一个伤风 有个感冒 问题也不大 反过来说 如果这个孩子 没有按照一个正常的曲线 在成长 他的速度缓慢下来了 甚至停下来了 甚至从这个曲线 上面掉下来的话 那就是一个警讯 也可能就代表 这个孩子身上 哪一个重要的功能 出了问题 所以弟兄姐妹 看医生之前 要做这些检查 表面上看起来 像是一个例行的公式 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 事实上 这些测量的结果 是医生能够做出 正确的诊断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 弟兄姐妹 我刚刚举这个例子 主要的想强调一个重点 就是成长跟健康 是息息相关的 生命会成长 是一个自然的定律 健康的生命 必然会成长 孩子从小到大 慢慢地长大是如此 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 也是如此 在座的基督徒们 如果我们有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灵命 一定要成长 反过来说 一个不成长的灵命 就是一个不健康的灵命 就是一个出了问题的灵命 就像我们期待 孩子们要健康地成长一样 我想神也期待 我们这些属他的百姓 属他的子民 在这条跟随他奔走的 属天的道路上面 也需要成长 今天的我们 跟昨天的我们比要成长 信主以后的我 跟信主以前的我比 要成长 现在的我 跟刚信主以前的时候的我比 也要成长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上个礼拜 在信息里面 跟大家 邀请大家 跟我一起想象一件事情 就是早上起床 没有下床之前 把自己想象在 你身处在磨牙平原 还记得吗 然后想象 接下来要面对 这个崭新的一天 就是神 给我们预备的应许之地 今天我又想再跟大家要求 可不可以跟大家 跟我在一起做一个联想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圣堂 这个大堂 想象成那个小儿科医生的 那个诊疗室 然后把外面那个招待的区域 想成是一个后诊室 等候看医生的地方 然后把从后诊室招待区 进到圣堂里面 来做礼拜这件事情 想象成来看小儿科的医生 还记得我们刚刚说 看小儿科医生之前 一定要量身高 量体重量体温吗 我想也请大家跟我想一想 当我们进来 进到这个大堂的时候 在后面那扇门上面 神就在量测 我们属灵的生命的身高 量我们属灵生命的体重 也量我们属灵生命的体温 神要我们在敬拜祂之前 要知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有没有成长 跟我们上个礼拜 上个主日我们进来的时候 量的数字相比 我们有没有成长 跟上个月的数字相比 我们有没有成长 跟上一季 我们的灵命的数字相比 我们有没有成长 跟去年 跟前年 跟五年 跟十年前 我们的数字相比 有没有成长 为什么要知道 为什么要做比较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 神要知道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是不是健康 神要知道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有没有出问题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不要忘记 我们不是要跟别人比较 我们是要跟 我们自己的过去比较 透过比较 神可以知道 我们有没有健康的成长 我想神每当看到 我们从外面 进到这个圣堂的时候 是不是有更多 了解祂的话语 有没有更深地认识祂 有没有在跟随祂的道路上 把祂抓得更紧一点 弟兄姐妹 在这个灵命的成长上面 如果停滞不前 甚至不禁反退 这绝对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而且是会让神失望的一件事情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希伯来书的作者 会对他的读者 这么失望的原因 希伯来书的五章 第十二到十四节 我摘的是新一本 我们帮大家读一下 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责备 到这个时候 你们应该已经做老师了 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 再把神道理的初步交给你们 你们成了只能吃奶 而不能吃干粮的人 凡是吃奶的 还是个婴孩 对公义的道理没有经历 只有长大成人的 才能吃干粮 他们的官能因为操练成熟 就能分辨是非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 告诉他当时这个写信的对象 他其实有很多很重要的功课 想要交给他们 但是却很难跟他们解释 因为他们的属灵的理解力 是非常的不成熟 是非常的迟钝 弟兄姐妹 你看出来了吗 这些学生学不会 不是因为老师的问题 是因为这些学生 常年的懒散 跟他们的不长进 限制了他们属灵的理解力 也限缩了老师 能够交给他们的东西 因为从信主的年日 时间的长久来看 这些人应该要可以当老师了 没想到他们还停在过去 只能吃奶的阶段 也就是只能接受别人教导 他们一些信仰的 一些基本的道理的阶段 作者甚至说 连一些简单的是非 他们也无法分辨 弟兄姐妹 我想一个六个月大的婴孩 吃奶是理所当然的 父母看着他 其实还挺开心 还很满足 但是如果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还在整天想的就是吃奶 然后只能吃奶的话 我想做父母的 可能笑不出来了 那如果是一个十六岁 甚至二十六岁的人 他还只能吃奶的话 我想那个画面 是一个恐怖片 西伯来书作者 对他当时写信的对象的失望 是因为他们不长进 是因为他们属灵的成熟度 跟当初他见到他们的时候的情况 并没有什么改变 以至于虽然他们想教导他一些 教导他们一些 比较深的属灵的功课 也就是他所谓的干粮 他们就像一些 还没有炖奶的孩子一样 像婴孩一样 他们吃不了 为什么他们吃不了 因为他们没办法消化 我想作者想要表达的 就是经过了这么多的日子 你们的信心 应该要比以前坚定一些吧 你们对主的认识 应该要比以前多一些吧 你们对在生命里面 所活出来的一些表象 应该要更成熟了吧 你们对圣经的知识 除了神爱世人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之外 是不是应该有一些 更多的了解 应该有对真理 有更多的掌握 你们不应该 不至于在面临生活当中 一些小小的困难或者挫折 就软弱就跌倒 但是你们现在 却跟我当时认识的你们 并没有什么区别 弟兄姐妹 应该长大 却不长大 不是一个好笑的事情 相反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 是一个很严重 很可悲 甚至是一件 很可耻的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姐妹 让我们一起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有在长进吗 你如果觉得你有在成长 你是根据什么标准来量的呢 你是真的有成长呢 还是只是因为 你有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 有参加教会的活动 有参加教会的服饰呢 我想要问的是说 我们要如何来衡量 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 换句话说 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身高 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体重 什么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体温 我们要如何衡量属灵生命的成长 首先我要确定 跟大家确定一点 就是属灵生命的成熟度 跟我们信主的时间不成正比 属灵生命的成熟度 跟我们信主的年日 长久不成正比 有些基督徒 可能信主已经二十年了 但是他的灵命 可能还比不上那个信主 只有两年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如果你才刚信主没多久 你的属灵上面还停留在 只能喝奶的一个婴儿的阶段 这个本身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点都不丢人 因为婴儿本来就是什么都不懂 婴儿本来就是只能够喝奶的 对他来说 什么都是新鲜的 什么都得重头学 这个是非常自然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重点是 这个属灵的婴儿 是不是有按时间补充 他应该要需要的营养 然后能够很健康地 逐渐地长大 如果有 那属灵的生命来说 你是一个健康的 反过来说 如果你信主已经三年 五年 十年 甚至二十年了 但是你的灵命的成熟度 却还像一个属灵的婴儿 属灵的小学生的话 那你就像 希伯来书的作者 要责备的对象一样 你的灵命是不健康的 你的灵命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想无论是 我们的属灵程度 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也好 幼儿也好 小学生也好 青少年也好 都没有关系 唯一一个我们要在意的 是我们有没有在 竭力地追求长进 因为没有一个 比在灵命上面停滞不动 甚至不进反退的现象 让神更担忧 甚至让神蒙羞的 好了在今天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 对菲利比的教会说 连我 连他自己 也不敢说 他已经得着了 或是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 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读这三节保罗的经文 我们可以 其实可以从保罗 所说的话的背后 读出一些弦外之音 什么弦外之音 就是保罗 其实是指出一个重点 他要告诉我们 有哪些事情 会让信徒 自满于现状 有哪些事情 会让信徒 忘记了 还需要继续追求 竭力成长的一个重要性 首先 我想保罗指出 过去的成就这件事情 过去的成就 会导致信徒 自满于现状 而忘记了 要竭力追求成长 还要不断继续成长下去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我自己觉得很多信徒 基督徒在读这段 腓力比书的经文 或者在引用它的时候 特别是第三章十三节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上下文的文艺 真正的弄清楚 然后他以为 当保罗说他要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的时候 保罗是在说 把他自己过去一些 不堪回首的 丢人的 得罪神的 这些过去 忘掉 忘掉他过去犯的罪 忘掉他过去犯的错 以保罗的自己的例子来讲 有人可能会误以为 指的是保罗当年 在没有信主之前 对基督教 为基督徒 对神的信仰 所做的这些逼迫 有人会认为 保罗在指这些的过去 要忘记 不要让这些过去的种种 来缠绕我们 这种说法 我觉得可能原则上面 并没有错 神的确都给了我们 每一个人一个改正 一个悔改 重新开始的机会 这也是神给我们 每个人的恩典 但是 我不认为 这是保罗在这段 经文里面 神要表达的 保罗在这里所说的 不要拿 不是说 不要拿他过去 那个犯罪 押迫神的教会 这段过去 他要忘记 刚好相反的 保罗在这边 说的过去 指的是他过去 光荣的成就 保罗在第三章的前面 曾经说到 他是在第八天 受割离 是以色列族 变亚敏支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文 是最严谨教门 法利赛派里的 一个分子 从行为上来说 他甚至没有 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 所以保罗的画风一转 说他要忘记过去 说完这段话之后 他说他要忘记过去 弟兄姐妹 你看到了吗 保罗要忘记的 不是他过去的那些 不堪回首犯罪的历史 他要忘记的是 他过去的改变 他过去的成长 跟他过去的成就 请大家注意 听下面这句话 保罗之所以这么说 因为他知道 这些才是会让一个人自满 这些才会让一个人 自己感觉 自我感觉良好 会让人自以为义 最终这些想法 会阻拦一个人 竭力追求成长 这是一个可能 一个原因 神在我们身上 还有很多改变的工作 要做 神在我们身上 还有很多修剪的工作 要做 神也还有很多使命 摆在我们的面前 要去完成 如果你觉得 你因为主的缘故 你已经改变了很多 你已经为主的缘故 做了很多 不要忘记 我们其实都是神手中 还没有完成的工作 一直到我们 在离世建筑面的那一天 我们都没有停下来 不需要再成长的理由 这是第一点 保罗要提醒我们的 另外一个 容易让信徒 自满于现状 而忘记了 要继续竭力追求成长的原因 就是我们 看似 表面上面 看似近前的一些宗教型 我们很容易会陷入一种想法 这种迷思 就是 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 或者参加教会的事工 就代表 属灵生命的一种成长 我想 我这样子说 在座可能有些弟兄姐妹 会皱起你的眉头 不知道我在胡说八道 这些什么 但是我相信 你只要冷静地去 多想一下 你可能会同意我的说法 你甚至可以 在你认识的基督徒的朋友当中 找出一些 每个主日都来崇拜 都来教堂 经常参加各样的聚会 甚至很愿意 做这个 做那个的人 的基督徒 但是 他其实里面属灵的生命 并没有很成熟 弟兄姐妹 保罗也提醒提摩泰 这句话 非常严肃的一句话 有敬前的外貌 却背了敬前的实意 这等人 你要躲开 所以我刚刚说的 想要表达那个意思 有保罗的认证 保罗认证 教会当中 有这一类的人 有敬前的外貌 却没有敬前的实意 保罗要提摩泰怎么样 要对这些人 这一类的人 敬而远之 所以我谈完了 跟大家讲了 竭力追求 灵命成早的重要 也跟大家讲了一些 我们可能会让我们自满 可能会让我们忘了 要继续追求 灵命成长的事情 那接下来的时间 我想就跟大家一起思想 今天主要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如何来衡量 我们属灵生命的长进 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有没有在长进 我们需要知道 自己的灵命的长进 要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指标 我今天跟大家 很快地分享 五种不同的指标 我觉得这有点像 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 护士要先帮我们量 身高 体重 体温 脉搏 血压 就有五种 常常我们要量的 这些指标 同样的 量测我们属灵生命的 成长的健康与否 也有不同的指标 更重要的是 这些指标 除了帮助我们测量之外 它可以帮助我们定下 我们接下来 属灵要如何成长的 一个目标 首先第一个 可以衡量我们 属灵生命的长进与否 就是愿不愿意为主放下 第一点 你愿意为主放下多少 在座可能有不少基督徒 听过一个名词 叫做成功神学 或者有人翻译做 复述神学 这个翻译的名词 这个名词代表的是一个 在二十世纪末开始的 一个基督教的运动 这个运动造成了 很大的风潮 它也吸引了很多的信徒 也造就了一些我们所谓的 超大型的新兴的教会 那个Mega Church 当然 这个运动也让很多 有事之事感到非常担忧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所标榜的是一个 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 请注意 我不是说他们不讲 信耶稣为罪人定十字架 这个道理 他们也讲 不是因为他们不讲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所流出来的保血 有赦罪的功能 他们也讲 这些所谓十字架的道理 他们都讲 说他们没有十字架 是因为他们不强调 甚至故意去忽略 另外一个十字架的道理 就是所谓的跟随主的人 要背自己的十字架 这个道理 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随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弟兄姐妹 主耶稣要跟随他的人 要否定自己 天天背起十字架 来跟随他 背十字架 是耶稣对我们的命令 背十字架 是耶稣对我们的要求 耶稣不要我们 这些跟随他的人 整天想到的就是 如何可以得到他的恩典 还有他的祝福 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 是我们要舍己 要否定自己 要放下自己 要为主牺牲 弟兄姐妹 成功神学 他们的教导 要人按照他得到多少的福分 来衡量 神在他们身上的恩典 有多少 但是主耶稣 却要用我们 愿意为他放下多少 为他牺牲多少 为他改变多少 来衡量我们 属灵生命的健不健康 所以大家 希望大家能够分辨 我刚刚所说的 成功神学 教导的是一个 没有十字架的道理 我可以做 但是为了主的缘故 我不去做 我有权利做 但是我为了 我弟兄的好处 我不去做 我已经做了 我该做的了 但是为了别人的软弱 我愿意多做一些 我想每一个人 所面对的情况 都不一样 但是我建议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天都问自己 一个问题 就是我今天为神 放下了什么样好处 我今天为神 牺牲了我自己的 什么权利 牺牲了我的时间吗 牺牲了我的才能吗 牺牲了我的金钱吗 我今天为了 弟兄姐妹的好处 牺牲了自己的方便吗 这是第一个 我们可以衡量 我们属灵生命 是否在长进的 一个指标 第二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愿不愿意 去为主传扬他的福音 愿不愿意 去传扬主耶稣 不用我说 我想大家都知道 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 拯救世上的灵魂 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 我想大家都听过 一个大使命 这个概念吧 耶稣说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知道世界的末了 这就是所谓的大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为了这个大使命而活 邀请人来参加主日崇拜 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好不好 当然好 但是主耶稣要我们 是去使万民 做主耶稣的门徒 为了要执行 这个主的使命 除了邀请人 来主日参加聚会之外 除了需要我们用口 去告诉别人 耶稣基督是谁之外 更希望我们用生命 活出耶稣基督 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在我们身上的改变 跟在我们身上的作为 弟兄姐妹 我们很习惯用口来讲见证 但主耶稣基督 要我们用生命来讲见证 要我们用我们整个人 变成一个活的见证 来为主做见证 请大家注意 听下面这句话 跟别人分享耶稣基督的好处 或者跟别人分享 信耶稣基督的好处 这件事情 从来就不是用嘴巴 把耶稣基督 能够带给他的好处 讲个天花乱坠的 真正重要的 是在乎我们有没有 从生命里面活出 信耶稣基督的好处 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还能够坚强 会吸引别人想要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 还有喜乐 会吸引别人想要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在遭遇苦难的时候 却有平安 会吸引别人想要认识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 当我们活出 让人家心生羡慕的 好见证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人的心门打开 把人心田的土壤松软的时候 而当人 他的心门愿意打开 他的心田的土壤松软的时候 才是 我们跟他们传讲 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最好的时候 弟兄姐妹 当我们谈起 当你谈起一个 让你兴奋自豪的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是口沫横飞 滔滔不绝 欲罢不能的 对不对 当你讲的事情 是让你兴奋自豪的时候 反过来说 如果你闭口不言 甚至羞于 其耻一些事情的话 那件事情 一定是让你 引以为耻 弟兄姐妹 主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的改变 是让你兴奋 引以为傲呢 还是这个信仰 是让你羞于贱人 羞于其耻的呢 这句话很重 但是主耶稣基督 确实警告过我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认他 凡在我面前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愿不愿意去传扬主耶稣 愿不愿意花时间 去传扬主耶稣 愿不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活出信主的好处 是衡量我们灵命成长的 第二个指标 第三个衡量的指标 就是愿不愿意彰显 主耶稣基督的爱 圣经告诉我们说 别人是如何认识我们 知道我们是基督徒的呢 耶稣说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就因此认出 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大家看到了 耶稣自己的答案了吗 不是因为我们对圣经 有多熟 不是因为我们参加多少聚会 是因为别人在我们的身上 看到主耶稣基督的爱 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也是因为我们爱那些 我们不喜欢 甚至我们觉得不配我们去爱的人 耶稣说 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赏赐呢 就是税吏 不也是这样行吗 弟兄姐妹 神要衡量我们的 是我们愿不愿意用主耶稣的爱 去爱我们周围的人 包括我们认识的人 我们不认识的人 我们喜欢的人 跟我们不喜欢的人 还有喜欢我们的人 或者不喜欢我们的人 保罗曾经谈到 各样的属灵的恩赐 他告诉我们这些属灵的恩赐中 各样的属灵恩赐中 只有三样是永存的 信心 盼望和爱 就是基督教讲的信望爱 而其中这三样里面 最重要的是爱 没有一个对人刻薄 不顾别人感受 自私自利的人 是被圣灵充满 心中充满主爱的人 我相信这一点是可以求来的 我相信如果我们愿意求神 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在别人的身上 有机会去彰显主耶稣的爱 神会指引我们 会替我们安排机会 让我们能够成为 别人生命中的祝福 神会衡量我们 愿不愿意为主放下 愿意为主放下多少 愿不愿意传扬主耶稣 愿不愿意彰显主耶稣的爱 第四个要衡量的指标 就是愿不愿意认真 研读神的话语 没有一个人 能够说他愿意在灵命上面有成长 却不愿意认真的花时间 来研读神的话语的 神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把他的话藏在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他 我希望大家 不是光记得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我希望你至少记得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不要光是会被主导文 不要光是会被 诗篇二十三篇 我们需要花时间 一张一张的 一节一节的 一卷一卷书的 按部就班的 去读神的话语 读经的重要性 和读经的好处 不是我在短短的几十分钟 可以跟大家讲得完的 但是我觉得 我可以举几个 很明显的例子 让大家 让大家自己去体会 读经 对神的话语 有好的理解跟掌握 至少可以带来 给我们这些 幻灯片上面 所讲的这些好处 它会让我们有智慧 特别是有得救的智慧 如今可以帮助我们 挪去我们心中的怀疑 可以帮助我们分辨 什么才是神的心意 它也可以给我们 带来盼望 它可以兼顾我们的信心 它可以让我们懂得 什么时候要坚持不放弃 什么时候应该要放手 它可以帮助我们 在这个弯曲被拗的世代 知道应该要如何自处 请听下面这句话 对神话语的无知 跟基督徒生命软弱无力 有直接的关系 容我再说一遍 对神话语的无知 跟基督徒的生命软弱无力 有直接的关系 我想我们听人家讲 要读经 要灵修 要上主日学 这些话听的耳朵都长简 讲的人他也讲腻了 认真研读神的话语这件事情 真的不在于我们知不知道 这件事很重要 而是在乎我们愿不愿意 我想我很可以肯定的一点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固定的 按部就班的 十之以恒的去读神的话语 是可以衡量我们灵命 有没有在成长 健康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要衡量的指标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花时间 安静地与神独处 什么是安静地与神独处呢 是祷告 但是不是一般我们吃饭前跟家人所做的 泄饭的祷告 也不是在聚会当中的一些开始跟结束的祷告 这里所说的跟神独处 是只有在你跟神 安静在神的面前 这样子的一个祷告 我可以告诉大家 没有比这种祷告 更能够帮助我们在灵里面成长的 刚刚我们所说的所有的方法 没有一种方法 能够比花更多的时间祷告 更能够让一个人在属灵里面 有更快的成长 我可以很肯定地说一句话 今天在这个圣堂里面在座的 每一个人 包括我自己在内 尤其是我自己 跟神独处搞祷告的时间都不够 我们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跟神祷告 在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里面 列在上面这些事情当中 花多少时间祷告 是最能够显出我们跟神的关系 是深还是浅 一个人如果愿意花时间祷告 是神正在他的生命里面 改变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名证 我们来做礼拜 弟兄姐妹 不信的人也可以来做礼拜 我买了一本圣经来读 一个无神论者为了找出圣经的毛病 他也可以买一本圣经来读 我们开口唱赞美诗歌 一个喜欢唱歌的 觉得圣诗旋律很优美的人 也可以开口来唱诗歌 但是祷告只有祷告 而且我指的是安静的 与神独处的祷告 这种很私密的 在神面前没有任何隐藏 没有在人面前伪装的这种祷告 才能够把一个人是否真正地相信神 显明出来 因为当他在这么做的时候 他把这位虽然眼睛看不见 摸也摸不着的神 相信坚定地相信 他是那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而且相信他会垂听我的祷告 也相信他乐意跟我同在 弟兄姐妹 这样的一种关系跟神的关系 是我们信心的表现 也是我们灵命要成长里面 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自己相信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就是所有基督徒要追求灵命成长 应该要做的事情当中 祷告 是魔鬼最不愿意看到的一件事情 我不是根据什么高深的神学理论 推导出这个结论的 我是根据我自己的亲身经历 得出来的结论 因为当你谈到 无论是为主放下 为主牺牲 或者去传扬主的福音 或者把我的爱心化为行动 或者是有计划的去追求 了解神的话与神的心意 这些我都做得到 对我来说都不困难 甚至还做得很自然 有些时候还很渴望去做 单单只有花时间 安静地跟神独处 在神面前祷告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的难度是特别地高 我尝试了很多次 都很难坚持下来 我有想过在早上上班前 独自地祷告 但是我发觉总是会 因为要敢去开会 或者办公室有什么问题 又在分我的心 我想那我开车的时候祷告吗 可是又忍不住要把收音机打开 来听听看新闻台里面 发生什么重大的新闻事件 很多人知道我还有遛狗吧 我遛狗我要散步要遛狗 我就想说我在遛狗的时候 可以祷告吧 我发觉我更多的时候 宁愿选择听一些神学的讲座 神学的一些教导 觉得好像更有意思 那当然还有人想说 是不是可以在睡觉前祷告呢 我想这都不用说了 光是跟自己的那个疲惫 跟自己的那个瞌睡 从中间的争斗 还没有打这场仗 就知道我已经输了 弟兄姐妹 我不是为言耸听 但是我相信背后 有鼠灵的力量的在拉扯 这是一场鼠灵的征战 因为信徒的祷告 是最有力的鼠灵的武器 当然也为了这个原因 是撒旦魔鬼最不愿意看到 但是越因为如此 越证明我们更要去祷告 正要去做 要去排除万难的去做 我想我不是固定祷告的 一个最佳的代言人 声音上变大 但我自己认为 如果对我来说 一个有益的方法的话 让我能够突破这个困境的话 可能跟我们很多人 去健身房去锻炼一样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很难 你可能会觉得很累 也很看不到什么的成果 会让你怎么样 会让你放弃 祷告也是一样 但是就像你去健身房锻炼一样 如果你能够咬紧牙关 多坚持个几天 慢慢会怎么样 会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呢 在这个习惯当中 你会看到一些效果 健身的效果出来 当你养成了习惯 同时又看到效果的时候 就造成了一个 所谓的良性的循环 会帮助我们进入一种 你不去就觉得浑身不对劲的 这一个境界 就像去有锻炼的人就知道 当祷告 如果也可以变成这种 你不去 你不做就浑身不对劲 好像少了什么的话 这是应该是多么 美好的一件事情 我希望我们在座 如果有一些能够坚持固定 祷告的人 有机会可以跟我们分享他的经验 我们需要他们帮助我们胜过 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健康 然后可以持之以恒的 祷告的生活 健康的属灵生命 是一个成长的属灵生命 我们要常常反省 在神的眼中 我是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孩子呢 还是一个停滞不前 甚至情况比以前还不如的一个问题的孩子 为了要帮助我们能够自我的衡量 帮助我们能够自我的反省 也帮助我们能够为未来的我们的长进定一个目标 我今天给大家建议这五个指标 问问我们自己 我愿意为主去放下更多吗 我愿意更多地去传扬主耶稣吗 我愿意在我的身上 更多地彰显主耶稣基督的爱吗 我愿意更花更多的时间 研读主的话语吗 最后我愿意花更多的时间 安静地与神独处祷告吗 看望神能够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一颗竭力追求长进的心 让我们能够定下目标 把我们的目标划成实际的作为 最后用我们健康成长的属灵生命 为我们的主耶稣做一个最好的见证 能够吸引万民来归向他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使徒保罗的提醒 让我们显明你的心意 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 也求你更新我们 赐给我们一颗爱你 可慕你 愿意紧紧跟随你的心 好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 更体贴你的心意 也求你赐给我们渴望跟能力 让我们都能够竭力追求长进 努力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 是我们最大的赏赐 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圣明球 请大家 请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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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